白家众人走出炎华洞 就看见刚才逃出的凤九 正抱着滚滚 手指指青秋地界 为我滚滚介绍道 滚滚 你看那是娘亲小时候 经常攀爬的神秘术 这可是与天同寿的树 你看那个湖里 有无数的一明珠 而且在晚上 更是有无数的萤火虫 咱们青秋的星星最是好看 东华这次 不知还能不能带你回青秋看星星了 小九这次回来 倒是沉稳很多啊 越来越像一个君王了 这气质 好像也与以前那个整天 只知道导弹的丫头 改变了不少 胡弟看着不远处的小九感慨道 其实小九虽然年幼 但肯定是一个好母亲 白真看着沐浴在阳光下的 母子爱人笑道 我倒是希望 她像小五那样开窍晚些 本来还是个孩子 现在却当起了母亲 白夜还是心疼自己的女儿 本来应该尽情地享受青春年华 可是却以为人妻为人母 好了 这话就不要让小九听到了 一会儿可千万别提 那个母族 白钱劝告众人 众人都表示同意 凤九正在给滚滚 讲着自己迷上的趣事 不经意回过头看见 白家的上神们 都站在后面看着他们 小九还是有些心虚 将滚滚放在地上 牵着滚滚的手走向众人 本来以为会被打一顿 再不济也是一顿批评 没想到各位长辈 竟然完全没有去提这件事 只是一个劲地询问 他这些年有没有受伤 胡弟还是欣喜地抱着滚滚亲密 凤九感觉好像是在做梦 夜晚的青秋 凤九坐在狐狸洞外的凉亭边上 凭着青秋星空 手里拿着折颜的桃花酿 一边品酒 一边看星星 这青秋的星星算上去 也有数百年未曾见过了 小九 来人正是姑姑白浅 白家的长辈 怕小九是受了情伤 特意让白浅来安慰她 姑姑 你怎么还没休息 凤九起身看向白浅 白浅顺势走到凤九旁边坐了下来 回来看看你 姑姑马上就要嫁到九重天了 心里定是欣喜极了 凤九现在都敢光明正大地 调侃白浅了 我是欣喜了 可是小九你呢 白浅拿起桌边的桃花酿 灌了一口 凤九习惯静地将身子 扶在了白浅身上 我妈 我等的人一定会回来的 凤九有预感 她和滚滚都穿越了时空 那帝君一边也回来了 只是需要一个契机 白浅以为凤九是在说 那个让她抛弃的硬直物 白浅心疼地抚摸着小九 小九要是等不到就不要等了 白浅觉得现在的凤九 就像是当年自己与离境 只有真正放下了 才能真的无所谓 凤九听到白浅的圈微笑了 姑姑她不一样 她舍不得我的 她恨不得死都带着我 又怎么会让我一个人呢 凤九有些醉了 她的酒量即使这么多年 依旧还是没什么长进 小九 你 白浅刚想劝凤九放下 就听见凤九睡着的声音 吃丫头的酒量还是这么浅 白浅从暗处走了出来 白浅虽然对凤九一直过于严苛 但是她对凤九的爱 还是毋庸置疑的 她刚才看见凤九 在这里独自一人醉酒 害怕凤九情伤太重 只好去请白浅来劝慰 没想到还没说几句 吃丫头就已经睡着了 白浅从白浅怀里接过凤九 二哥 这小九的婚事 看来还是放一放吧 等她什么时候想开了 再给她找一个不在乎滚滚存在的夫君吧 白浅有些心疼 我晓得 本来白浅早在凤九下凡 就开始为她寻找合适的夫婿 本因为找一个能帮她 治理五荒的厉害夫婿 谁晓得这丫头 竟然已经将自己嫁了出去 连娃娃都有了 虽说这青秋名风淳朴 不在乎凡苏丽仪 但若想找个天族的夫婿 恐怕就难了 二哥 从今以后 就不要再和小九提这事了 白浅还是有些担心地提醒白浅 嗯 白浅点点头 将凤九抱回了狐狸洞 细心地将凤九放在床上 轻柔地将被子盖上 爹爹的小狐狸长大了 可是爹爹 还是希望你幸福 爹爹其实最喜欢小九的 白浅伸手摸摸凤九的睡颜 笑着说道 白浅向来为人死板迎科 可能白家众人都不知道 白浅的这一面 父爱如山 白浅从来没有 当着凤九的面说过这些话 凤九不知道 小时候那个最喜欢将她放在肩头 最喜欢用胡子扎她脸的爹爹 其实最爱她